朋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拉雅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一期呢我们来讲一讲内政外交啊以及中国周边的这个局势 呃那么我们首先要讲的事情就是现在哈萨克斯坦啊发布这个公告 说9月14日啊两年半新冠以来两年半啊为出国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啊 将在9月14日对哈萨克斯坦首都诺尔苏丹啊进行这个国事访问 并于15日16日参加上和组织领导人的年度会议啊 在这会上会跟普京啊等一众啊上和国家的这个这些领导人啊会面 那么同样的啊这个从疫情开始以来两年半未出国的啊 啊这个中共三号人物啊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 栗战书是对这个尼泊尔蒙古啊 俄罗斯还有这个韩国进行这个国事访问 那么通过两位领导人啊首次的这个外访 都是选在中国周边地区 这个不得不说是在为武统台湾做准备了 啊昨天我那集已经跟各位讲很多网友都说很有道理 包括非常台湾的非常多的网友都说啊非常有道理 老比你分析的通过这个提起提前开这个二十大 提前开二十大再加上这个欧洲目前这个跟俄罗斯斗气 俄罗斯现在我们也看到啊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在那边说 就是公开的名牌了也不说什么北七一号是由于这个故障 检修啊不检修断气直接就说你是你们欧洲什么时候取消对俄罗斯的所有制裁 天然气就恢复了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已经很明确 就是拿天然气来给你换制裁你欧洲扛得住吧 你这个东西你扛得住吧所以我说过欧洲它显然是苍败无力的啊 整个欧盟是苍败无力的包括一个英国是苍败无力的英国我说过啊 三个等要以等要三角形被俄军控制 然后欧盟呢对吧内部爆发反政府示威向多国开始要蔓延 马上都真正东西来了你看好啊绝对是遍地开花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而且德国向德国之声啊也发表了这个这个文章 对吧德国的和欧洲的可以说整个西方的政治界啊和这个学术界都要求来所谓的来反华啊 说什么呢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了但是他们没有把毛子给搞定 但是说要把中国给搞定 这个就让人觉得废一所思 所以说他们才会有些国家才会见兮兮兮兮兮的派一些所谓的参议员了国会议员了到台湾去 但是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们占把任何便宜任何好处 一是我们不会理会 第二个是到台湾去能给台湾带来什么实施性的好处呢 嘴巴上的支持哪有实打实的支持来的强硬啊 而且这些人过来都是来问台湾当局来要钱要钞票的 看你马上要被捅了赶紧来敲你一笔竹杠 拿点礼品 仅此而已了 而台湾只有台湾在这个钱大把他撒出去 那么所以说这就是为武统台湾在这里布局了 首先我们来看啊 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 这个访问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说过 俄罗斯呢 大家要知道这次我观察一下东方2022啊 俄罗斯的军队确实不行了 就是在远东这个地方确实不行 他现在的最精锐的部队都集中在啊 这个欧洲那个部分啊 主要因为跟欧洲现在处于长期敌对状态嘛 处于跟北欧敌对状态 那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那边啊 那么在乌克兰那边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打的是政治仗 这个我们不去讲 但是在东方2022这个军事演习当中 我们看到他的俄罗斯的水面舰艇 整体质量非常差啊 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地面部队各方面真的是不行了啊 毛毛子真的是日薄西山了 那么当你的这种行语不行 不是说我们说了算 而是中亚国家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 毛子喜欢用 我们客观的讲啊 我从来都是很反对说很多网友把中俄看成是一个联合共和国 这是错误的啊 我们现在是要结盟 相互利用啊 对吧 如果说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跟铁哥们一样了 中国为什么不搞一个军事同盟呢 对不对 像北约那样的组织啊 但是这个一点我们正在慢慢的去这样做啊 往前更进一步 那么同样的毛子 他是有对你有猜忌心理的 懂吧 我说过终极乌铁路 为什么今年才刚刚开始批准啊 普游金才刚刚开始批准 什么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说明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持续性的下降 对吧 你现在毛子的军事军政的重点是在远东地区跟这个欧洲地区啊 甚至就是中东啊 那么你势必对中亚的这个管控力度是下降的 那么他之前在中亚在中国这个一带 他是重兵的这个成兵的啊 包括他以前对吧 打这个阿富汗啊 等于说他在中亚地区他有发力 咱们他现在认为啊 这个这个地区发力没有意义 是吧 你要争夺印度洋出海口 那我直接就是通过跟伊朗搞好关系不就OK了吗 我在这个地方不就是中国俄罗斯跟这个啊 伊朗的联合军事也就在这边搞嘛 啊 马上听说伊朗要购买俄罗斯的苏三五战斗机 这就是他的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度下降 而且俄罗斯在中亚不受待见 刚刚啊我们看到在阿富汗发生了 ISIS就是伊斯兰国针对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馆的这个恐怖袭击 啊造成了包括俄罗斯 啊外交官在内的六人死亡啊 十多人受伤 对不对 你想想看在阿富汗哎那么那么连美国大使馆都没都都没被爆炸 俄罗斯大使馆为啥会被爆炸 对不对啊 什么什么原因啊 你在叙利亚参加这些啊 反对恐怖主义反对伊斯兰国这个军事 这个这个军事行动啊 当然会成为了ISIS的投号目标了 所以毛泽在这个地方被称为恐怖组织的头 活动的这个投号目标 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同样的哈萨克斯坦 对吧 真正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就是这个总统托卡耶夫啊 那么之前的那个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啊 他不属于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他是借用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变成民粹主义 来啊 让这些来愚弄这些民众 让他们啊 来支持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腐败 掩盖他家族的腐败 托卡耶夫上台以后发动这个 等于发动这个政变 包括利用啊 所谓的颜色革命啊 什么美国势力揭露啊 这些把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给他啊 势力给他干掉 同样的啊 这个托卡耶夫也认为啊 俄罗斯 对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控制啊 揭露太深了 他认为啊 应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所以托卡耶夫之前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跟这个毛子因为石油路什么输送管道的问题 搞得有点不太开心啊 所以说托卡耶夫跟普京的关系啊 是比较微妙的 那么毛子用印度啊 甚至是现在啊 跟缅甸发展这个这个关系啊 来牵制中国 对吧 因为你看缅甸的啊 在军事政变以后 对吧 他的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啊 呃 这个这个这个 缅甸来要访问莫斯科了 对吧 啊 在上和组织框架内 巴基斯坦 中国把巴基斯坦搞进去 然后呢 毛子就把印度给搞进来啊 就是说你整个来讲吧 印度它不属于是啊 你在中亚这个方向 打击三国势力的啊 一个国家 那你毛子把它弄进来 所以说有一点很明确 毛子用印度来牵制中国 中国就用哈萨克斯坦来牵制毛子 啊 所以这点是我们也也也会耍了心眼 同样的啊 托卡耶夫 他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他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好 他不在乎说是跟谁发展关系 所以说他 那么在中国中哈边境这个海关 他就是说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 把这些海关他妈的全部给他料理了 全部给他搞了整了 然后呢 对中国能实行这个免签政策 以前啊 我们中国啊 去我们这个这个这个邻国啊 很难去的 清政很难办的 但是哈萨克斯坦这个托卡耶夫领导下 给他给我们取消了 对吧 我们就是免签了 再加上哈萨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 矿产资源 以及一带一路的关键的重要的出发点 它是一个出发点 中国的一带一路出发点在哪里 大家知道吧 中国的路上一带一路出发点 在新疆的啊 霍尔果斯 从这地方出 阿拉山口这些地方 都是要经过哈萨克斯坦的 所以说 我们要保持 陆路边境 一带一路 陆路 一带一路的畅通 必须跟哈萨克斯坦 关系非常到位 同样的 在这里要举办这个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 上合组织 现在更进一步 已经成为了一个准军事同盟 准军事同盟 然后呢 这个习近平到这里来访问 的目的就是很明确了 相当相当明确了 那就是巩固我们的大后防 巩固我们的后院 把我们的后院 大后方 啊 以及陆路的这个通道 全部给巩固完毕 过来就是再次打一次招招招呼 啊 强调啊 我可能要在台海这边要发力了 啊 大伙在背后 得支持支持咱们 啊 所以这个目信号目的非常明确 所以你看习近平为啥 对吧 访问 等于说 在二十大之前啊 按照惯例 中共领导人啊 是不不太可能会出国访问的 因为内部的啊 斗争啊 派系斗争各方面 对吧 人事斗争各方面很激烈 但是访问了就说明 习近平大 已经牢牢控制住权力了 没有谁能够挑战习近平 所以说你看 习总第一站访问就是哈萨克斯坦 啊 这说明哈萨克斯坦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 既有牵制俄罗斯 同样的 也有啊 对吧 为武统台湾布局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 那么同样的我们三号人物啊 领导人之一的栗战书 啊 去访这个尼泊尔 访问尼泊尔是啥意思 对吧 访问尼泊尔的意思很明确嘛 啊 牵制印度啊 为这个中尼铁路啊 电电电下机嘛 对吧 电机 同样的把加强对尼泊尔的控制 啊 那么访问蒙古国 你看又是我们一个邻国 对吧 蒙古国也是啊 哎 你听说这个跟美国怎么样 对吧 啊 那跟俄 跟这个俄罗斯 对吧 这种影响 我们也要去啊 介入 所以说 蒙古国 我们也是访问的 在俄罗斯 对吧 啊 我们也是啊 参加这个海上晚的 这个东方经济论坛 因为现在有一个数据啊 俄罗斯远东地区 90%的外资 全是中国 全是中国啊 所以说 你就能够很明确 中国对这个所谓的远东经济论坛 西方又不可能过来投资 只有说中国啊 在这个地方来投资 就是跟中国开的 栗战书出席 这一点呢 加强跟俄罗斯的这个合作 啊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经济跟军事上 中俄呢 合作呢 是 这个 这个是 百分之百的 但在政治上呢 啊 这个没有经济跟经济上 达到这样的一个 啊 乐陆的一个效果 那么最后一战 栗战书啊 要访问的是韩国 对吧 等于说 只要韩国不完全倒向美国 至少在现在 在我武统阵的时间 不倒向美国 对吧 我派出 之前派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去参加以西越的总统就职仪式 现在又是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三号人物 啊 到韩国去 啊 等于说要把韩国给稳住嘛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啊 大家就看到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巩固周边 这就是习近平著名的一个理论 进攻性的啊 这叫做什么 对吧 现实主义啊 周边必须要稳定啊 等于说我们这个保护圈 不停的在扩大啊 不停的在扩大 这样的话啊 跟美国博弈啊 才是啊 就是说这个啊 各方面都已经巩固了啊 保证不乱啊 不出现反华的力量 那么我在武统台湾过程当中啊 啊 我就会专注集中精力 来料理这边的事情 啊 来料理 这个啊 对美国对中国所谓的制裁 啊 欧洲对中国制裁 能制裁啥呀 没能制裁 对吧 同样的 福建这个地方啊 你所谓的台湾把中国无人机给击落了 对吧 这边风平浪静 国家呢 又下文 9月15日之前啊 不准再飞这个无人机啊 对吧 意思不就是 态度就不就很明确吗 对不对 啊 这个 可能就这么了 了了吗 就是二十大开完以后的 之后的武统做准备了 还有一个 对内 对吧 对内如何控制啊 之前这个海湾那些媒体 对吧 老是在那边炒作 老是在那边炒作啊 什么习家军们大败了啊 习下们礼上了 那现在 当时我看应勇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边胡说八道 说说这个习近平失事了啊 习家军怎么败了啊 那现在应勇不是担任最高检的常常务副检长吗 啊 常务党委副书记吗 那等于说明年三月在两会上就要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长了 这就是对内斗争的一部分 等于因为这等于说是习近家军啊 首次啊 控制这个啊 最高检 那么大家都知道政法七条虎啊 其实其本质就是啊 对这个以习近平为首的啊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对吧 反对对吧 他们属于是这个政治上也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对吧 这个落马这个政法七条虎 所以说最高检要啊 控制住啊 接下来就等于说是啊 这属于刀把子的一环啊 等于说对整个政法系统的刮骨疗毒啊 进入到这个攻坚的阶段了啊 最不所谓的对内斗争 其他部门你说有什么好斗争的 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这个都不是刀把子 只有政法系统是刀把子 对吧 枪杆子掌握住 刀把子也必须要忠诚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像像这个顺利军政治团伙 团团伙伙伙啊 是不是是不是不稳定因素啊 是不是这个武统的不稳定因素啊 想到这个地方搞些什么坏事啊 这都是要防范的 以及要打击的对象 好吧 关于这个内外的这个内政外交 老老兵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兵来啊 喜欢点赞订阅估值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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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